汤姆斯杯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团体赛 也是我个人非常看重的一个比赛 基本上都是以第一单打的身份来参加比赛 所以我觉得第一分其实大家都知道团体赛非常关键 如果能够顺利拿下来或者能够打下来 对后面队友的士气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2004年的汤姆斯杯对我个人来讲 也是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重大 感谢观看